晚饭前 宫中派人过来 英王亲自奉旨 送了一大堆东西 都是西蜀皇室 特意为寒江雪和李川 准备着带回去的礼物 而小天小妞妞 也被一并送过来 今天晚上 他们也不用回宫 可以留下来和寒江雪等人 好好地再聚上一聚 孩子们 很是舍不得他们离开 不过却明白 有些离别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 虽伤心不舍 但却并没有无理取闹 蛮不讲理的不让人走 不仅如此 两个孩子这一会儿 比起以往更加乖巧 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 无比珍惜他们之间 这最后的相处时光 他们两个 年纪虽小 却也明白 这一次 他们与寒姐姐之间的分离 意味着什么 当然 他们之间 不可能中断来往 书信之类的 肯定经常都会有的 只是千里迢迢的 却还真的不一定 能够有再次见面的机会 同样 他们也明白 韩姐姐最为牵挂的人 和家 都在东明 所以 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 强行将他给留下 韩江雪 则一遍又一遍 叮嘱着这两个孩子 日后所要注意的 点点滴滴 虽然如今西蜀皇室 对孩子们特别好 孩子的外皇祖父 外皇祖母 再加上太子和英王 两个亲舅舅 都无比疼爱他们 可他们毕竟 没有了亲生父母 还是寄人篱下 长此以往 很多事情 都无法确定什么 再加上 他们如此备受恩宠 自然的 也有得有失 怕会为他们日后 树上不少钱藏的敌人 同时 南梁那边 终究是一个最大的祸端 因而这两个孩子的路 也不可能如韩江雪 所希望的那样子 一帆风顺 好多事情 还是要依靠两个孩子 自己的努力 特别是年纪大一些 又是为男子汉的小天 更得早早承担起 肩膀上重任 保护好妹妹 保护好他们自己 其他的 寒江雪 也帮不上太多忙 只是将一方信物 敲给小天 让小天悄悄地收起来 不让任何人知道 一旦他们 在西蜀京师 遇到什么大麻烦 或者需要帮忙的话 又不方便告知 西蜀皇室任何人 便可以让他 带着信物 去找他们 如果不是太大的事情 只要能够有办法解决的 这边的人 都会毫无理由地 为他解决掉 如果事情大到 连这边的人都 无法解决的话 那么 也会尽快地 将消息传回东明 再想办法 这一晚上 他们三个人 一直聊到很晚才休息 此日 众人都早早醒过来 几书收拾妥当之后 又一起吃些东西 便出门坐上马车 出发了 城外三里处 宋军亭内 英王早早地 在那等候着 一则再次正式地 替川先生 与寒江雪送行 二则 也要一并地接回 这一会儿 还跟着马车 相送于此的小天 和妞妞 又是一通道别 两个孩子 这才恋恋不舍地 松开韩江雪的手 走到英王的身边 嘴里念念叨叨着 要保重 还有 要再来看他们 相较寒江雪这边的 被牵挂 和满满的离别 不舍地在意 川先生身边 却显得冷清不已 江云长没有过来 江家 也没有派任何人过来 这一点并不意外 而且还是 情理预想之中的 时辰差不多了 师父 谢过英王之后 韩江雪走着一旁 扶着川先生 准备上车 嗯 上车 出发吧 川先生点了点头 而后什么都没有说 转过身 由韩江雪扶着自己 慢慢地 往马车上走 他的身体状况 早就不似从前 也经不起太多远行 此次一别 怕是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机会 来这么远的地方 父子之间 也再无相见之日 脚步愈发地沉重 川先生心头滋味万千 年纪越大 对亲情的渴望 同样也越大 别说这一世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一想到将来 可能再无相见之日 那种浓烈的伤感 不受控制的溢出来 比任何时候 都要明显 师父 走至马车旁 韩江雪却是突然停下 看着川先生说道 其实你没有必要 非得在这个时候 就会东明去 川先生跟着停下 愣了一下 却只是长长叹了口气 并没有出声 韩江雪又说道 他不愿意和你回东明 那你就留在西暑 只要在一起 日子久了 感情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你年纪大了 也经不起更多的长途奔波了 再说东明那边 如今也没有什么 值得你留下舍不得的地方 留在这边 隔三差五的 远远看着 也是好的 偶尔能寻到些机会 相见相处 神和人之间 都是这样子的 相处多了 自然就一切 慢慢会好起来的 这番话 昨日韩江雪 就想和师父说的 不过想想 或许还是这会儿说出来 效果会更好 留下吧 师父 最少留下 你不会有任何遗憾 不是吗 微微一笑 韩江雪道出 师父心底伸出那句话 而后却是松开师父的手 退后两步 朝川先生 行了个大礼 见状 他也都在自家小姐身后 同样的 与川先生 默默行了个大礼 丫头 快起来 川先生 目光闪烁 却连忙伸手 将面前徒儿 托儿扶起 神色间闪过兴奋 和激动 好像突然想通 好像突然想通 什么似的 电头说道 没错 没错 他不愿意跟我走 那我便留下来 留下来 好孩子 谢谢你 韩姑娘放心吧 川老先生在这儿 必定会得到 我西蜀皇室 最大的优待 我会派人 好好地照顾 他老人家的 鹰王主动出面表态 本不过举手 这牢的事情 还能挣得一份人情 何乐而不为呢 如此 就有劳王爷了 韩江雪 也不再客气 将师父托付安排好 自己也可以安心地 回东明了 事已 最后启程的 终究只是 韩江雪一行 如同来时一般 简简单单地 踏上回程 只不过 师父这边的事情 算是有所交代 有所安心了 挥手告别一众人等 车马往东行驶而去 路上 一连好些天 都极为顺利 西蜀沿途的 所有官义 都对 韩江雪一行开放 提供着 最好的福 一直到 进入西蜀 和东明 边境交界的地方 这才没法 再有西蜀国 一路的贴心安排 眼看着 就快到东明了 韩江雪的归心 也就愈发明显起来 这一趟远行 在西蜀京师 虽只是停留了 不过半个月时间 远比当初所预计的 要短得多 不过路上来回 所花的时间 却是很多的 如今马上 要进入东明边境 等入了境 再走上半个多月 便可以回到京城 见到家人 见到墨里 想到这些 韩江雪的心情 便莫名地快乐 而期盼 小姐 您现在是不是有一种 恨不得立马 飞回京城 去见孤雁 看着韩江雪 望着马车外头的风景 露出傻傻的笑容 一旁的紫月 笑着打趣起来 这些天 大小姐 虽什么都没说 不过光是 看那神采 便足够说明一切了 都说 两情相悦之人 情到农时 那可是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如今小姐和莫王爷 这都好几个月没见了 真不知辙算起来 得几百年呢 小丫头 管好你自己 韩江雪回头 顺手扯一下她发丝 故意地威胁道 下敢打趣本小姐 等回去之后呢 我让东霖 把雪儿给娶了 看你到时候 找谁哭去 被韩江雪 这么一说 紫月顿时 满面通红 红着脸 却老老实实地 闭上嘴巴 不再出声了 韩江雪 乐得不行 看来如今 他们两个之间的进展 总算是 有所突破了 至少 紫月这个丫头 不再像以前那样子 口是心非 正想打算 问一下紫月 什么时候 嫁给东霖算了 马车却是 突然间停下 而紫月那个丫头 原本尴尬的面孔 一下子 变得凝重起来 杀气 浓重无比的杀气 不知何时席卷而至 莫说紫月 这样的习武高手 就算是韩江雪 也感受到 极大的杀机和危险 拦路者何人 还不速速让开 东霖朝着前方 呵斥地 与此同时 韩江雪 一跳开车窗 很快将前方醒醒 看在眼中 空旷的大道上 挡道的 竟然只是一名 孤零零的 不依老怪 矮小的身材 好像被拆散了 重新组合起来的 奇怪五官 整个人丑陋不堪 偏偏目光 却似利剑似的 看上一眼 都让人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 气闷之感 哼哼 咬你们的命 不依老怪 也没有半点啰嗦 冷笑一声 直接就亮出 手上兵器 一柄如同烧火 棍板难看的剑 静止冲着 韩江雪他们 飞奔过来 见状 东林和北风 没有着急应战 反倒退守在 马车附近 将车上大小姐他们 给护得更加周全 而别的护卫 则有两个人 同时快速冲过去 主动迎敌 砰的一声响 韩江雪 怎么也没想到 那两名冲出去的护卫 还没来得及 靠近那一名不依老怪 却直接被老怪 隔空一掌给拍飞了 丝毫没有招架 抵抗之力 众人心中皆大惊不已 韩江雪身旁的护卫 可不是普通护卫 全部是莫离 从护墨阁中 挑选出来的 无意各个了得 却不曾想 在这个不起眼的 不依老怪面前 竟如此不堪一击 连韩江雪 都意外不已 难怪此人 敢单独前来了 真没有想到 西蜀这边 竟还有如此高手存在 只怕若不是上一回 洛奇而行动失败 此人的存在 也不可能有机会 让他们知晓 不依老怪 当真是厉害无比 随手一掌隔开 拍飞 韩江雪的两名护卫之后 继续地往他这边 直接飞奔过来 不过数息功夫 便几乎冲到了马车边上 不过 韩江雪这边的人手 也反应很快 一瞬间 除了东陵 北风和紫月之外 其他的护卫和影卫 统统现身 一并围攻 突然而至的顶尖高手 而与此同时 东陵则与让北风 紫月先护送 韩江雪逃离此处 避开祸端 不必了 要是你们一起 都没法阻止他的话 那我还能够逃到哪儿去呢 韩江雪白了白手 拒绝了东陵的好意 稳荡荡 站在那儿观战 根本没打算离开 韩家大小姐 果然好气魄 不慌不忙 应战的不依老怪 大笑一声 扔了这么句话出来 哪怕这一会儿 他以一敌近二十的高手 但明显 一点压力也没有 说说笑笑的 好像过家家似的 而气魄两次刚落 又有两名护卫 被他震飞出去 就冲了这一点 一会儿老夫定然 会给韩大小姐 一个痛快 不依老怪 张狂至极 说话的功夫 又拍飞两个人 不仅如此 不依老怪这一回 可是下手很重 那两名护卫倒地瞬间 便口吐鲜血 显然伤得不轻 等一下 见状 韩江雪当即 便唱那老怪说道 先聊几句吧 我很好奇 纯亲王到底 给你什么样的 添大好处 竟连 你这样的影视高手 都能够找过来 替他杀人 听到这一话 那老怪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 他还真的 暂时罢了手 笑着说道 真是没想到 你这丫头 竟如此厉害 直接便猜出老夫 是何人所托 既然如此 倒也不凡和你说几句 让你 做个明白鬼 不依老怪 先收了手 韩江雪自然 也让自己的人先撤下 他看得明白 就算东陵北风 一起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 这些没必要的伤亡 能少则少 倒不是我厉害 应该说是 西蜀皇帝厉害 韩江雪 微微笑了笑 不急不慢地说道 你还不知道吧 他们皇上 早就发现纯亲王 居心不轨 所以 自然就暗中调查过 他各种底细 牵出你来 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如此 听到这些 不依老怪 没有丝毫担心之色 反倒得意不已地说道 可那又如何呢 老夫早就从纯亲王这边 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大不了 杀了你之后 拿到最后一笔酬金 然后离开这儿 以老夫的身手 害怕没地方可去 小丫头 你不是想知道 我得了纯亲王 什么好处吗 告诉你也无妨 不论以往的 单论 你这条命 老夫就可以轻松地 得到五百斤 你说这笔生意 好不好做呢 才五百斤嘛 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看来 我这个命 也不怎么值钱呢 寒江雪不由得 朝一旁的紫月 开起玩笑 谁知紫月还没作答 便上东陵却是 正儿八经地说道 大小姐 这个老头没什么见识 你别和他计较 您的性命 是万斤都不能换的 咱们王爷 随随便便的 都可以用金子 直接把他给砸死呢 他以为得了 纯亲王的那五百斤 有多了不起似的 听到这些 不宜老怪 倒也不生气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话是没错 老夫也知道 东明新任莫王 那可是富可敌国 可那又怎么样呢 老夫没那个命 从他那边 挣金子花呀 老夫若是跑去 告诉你们家王爷 有五百斤以上 我就不杀你那未婚妻 你说你们家王爷 能给老夫这个金子吗 能给 一个奇怪的声音 突然响起 却无法分辨 到底出自何方 只要你现在罢手 莫伤我家女主人 莫说五百斤 就算再多 我家主人也会给你 来都来了 赶紧出来 别在那边装身弄滚的 故意老怪 却是没有丝毫含糊 朝西边吼了一嗓子 一眼就失出声音 这从哪来的 只是片刻功夫 主人只感觉眼前一花 一道身影闪过 很快就看到有人 跪拜于寒江雪面前 宫庆说道 昆奴救主来迟 还请女主人责罚 起来吧 不必多礼 寒江雪朝昆奴笑道 你可有把握拿下此人 有把握的话呢 就省点金子 没把握的话 把买你们姓名那一份 也一并给他算了 反正你们家主人 也不缺这点金子 听到这一话 不宜老怪却是冷哼一声 满是不屑 根本没有把寒江雪说的话 当成一回事 对他来说 不过是一个 死到临头的人 说的无知蠢话罢了